冯小刚的影视界的成就确实不少,并且现在已经上升到明岛的地步,在娱乐圈有着一定的地位,冯小刚曾说过,自己拍一部作品就拿大奖,票房也会很高,我好想第一回,只是观众需要哦。 这句话虽然大言不惭一点,但是能够看出他的底气,王硕是北京圈里面的人物,冯小刚因为认识王硕,才能从冯护子变成了大盗脸,但是冯小刚用着对方的时候,急进的产妹,用不上的时候一脚踢开,王硕曾说过,冯小刚妹上必定七下,他的好友也经为了给他出气,专门拍摄了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冯护子的形象来讽刺冯小刚。 等冯小刚成大导演后,果真对着明星不屑一骨,甚至多次小刚好脾气对这个对那个,这个时候,有个老艺术家评论冯小刚说,他配不上得一双新的称号,之后冯小刚就利用各种交际手段一步步往上走,最后还批判起人们群众,说,现在之所以垃圾电影多,就是因为垃圾观众多,最后被人民日报批评。